詳細的電腦斷層檢查 瞭解體內血管的病變情形 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 驚傳腦中風昏迷病程又快又急 專家提醒夏季天氣炎熱 清血管高危險族群要特別留意 激熱的時候因為我們體內會大量的散熱 散熱的時候會順便把水分帶到體外 就是有脫水的現象 這時候血液當中就會變成水分流失之後 變成血液比較粘稠 它的流動性就比較不好 解釋血液粘稠風險就會增加 一般腦中風分成兩種類型 缺血型就是血管堵塞 四分之三的患者都是屬於這一種類 要把握黃金三小時用血栓溶解剂治療 另一種出血型比較嚴重 搶救時間越快越好 必須開爐進行手術 而先行徵兆用黃金口訣來判定 微笑看看是否對稱 舉手有沒有力氣 講話能不能清楚 有一個異常就要儘快就醫 可能要看中風的位置 如果中風位置影響到是語言 語言區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講出話 如果在大腦皮質的話 有些是影響到運動區的話 可能就是有單側無力 或是可能沒有辦法行走 或是沒有辦法舉手那個情況 除了心血管慢性病 生活習慣也要注意 像是久坐少喝水 長期熬夜也會造成年輕型中風 養成健康作息 定期涼血壓 才能避免腦中風 照上門 八大新聞 我們和霹靂松原 裁縫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